那么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伊朗石油部副部长扎马尼尼亚表示 伊朗已经动用所有的资源 在灰色市场出售石油 以绕开不合法的美国对伊朗制裁 那么伊朗可以扛过这一波 美国对其的制裁吗 美国实际上采取分布走的计划 推行这种挤压伊朗政策 伊朗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伊朗在政治上 它还坚持伊核协定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协定 而且国际研究机构 对伊朗数次的核查 也没有发现伊朗违背伊核协定 我觉得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话 伊朗坚持这个协定 主要还是要坚持道义的制高点 坚持国际社会对它支持 这是政治层面 那么从经济层面来说的话 刚才讲了 它希望通过灰色的这种地带 来把自己的石油卖出去 然后换取外汇 这种可能性倒是非常大的 包括我们看土耳其 俄罗斯等国 现在已经提出来要绕过 包括美国设置的一些货币交换体系 来进行这种石油贸易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经济方面 伊朗也不断地拉欧洲国家 而我们看到德国 在此之前已经把11欧元的外汇转给了伊朗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在经济方面 在贸易方面 伊朗还是由这种灰色地带可走的 那么从军事上来说的话 伊朗也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战备训练 包括提出来要封锁霍尔姆斯海峡 所以伊朗现在应该说是通过各种渠道 各种层面的应对来打破美国对它打压 但是它压力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在这种形式下的话 国际社会怎么样避免一场新的中东地区冲突呢 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摆在大家面前 所以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 它希望争取和平 打赢跟美国这场抗争 但是呢 从中东局势来说的话 可能这种抗争的话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 伊朗必须要有充分的 或者是打持久战的这种准备 这种抗争的这种抗争的这种抗争